又有个台湾之光 最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个电子大展 在众多产品当中 台湾的红机再度为国争光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双荧幕触控平板笔电呢 入选为十大最受欢迎的产品 同时也被票选为终极科技产品的第一名 就是他 这款红机双荧幕触控笔电 入选CES大展十大最受喜爱产品 还在终极科技产品竞赛当中 获得民众票选第一名 最特别之处就是用多点触控萤幕 取代传统键盘 只要轻轻一点 听音乐看听 所有设定都在下方萤幕完成 不会干扰画面 也能切换成触控萤幕 获得高度评价 平板电脑风继续延烧 各家大厂今年在接再厉 强调自家产品有多耐操耐磨 萤幕材质是重点 采用这款金刚玻璃 不管用金属锤再怎么用力敲 还是好端端 到底多防水 这位老兄直接把水 倒在萤幕和键盘上试给你看 兄弟新闻 柯野韩报道